今天帶大家來到韓國首爾的戰爭紀念館 韓國戰爭紀念館除了淺色戰爭的武情以警戒世人之外 有兩個特色,武器展示特別多級強調外援的介入 室外和室外都有不少海陸空的戰爭武器展示給參觀者看 亦都是影相好地方 有人說一個國家越弱就會越在博物館展示越多軍艦、飛機等大炮 看完整個紀念館,你會得到一個明顯信息 就是強調聯合國的介入,拯救了韓國 難怪得現在的南韓崇美美中吃兩家茶禮 話說回來,這個韓國戰爭紀念館其實設計得頗有心思 是值得用兩個小時去感受 戰爭紀念館本來就是一個令人動容的地方 它會用濃厚的歷史分為與現代科技交織 向我們講述著無盡的英勇與犧牲 當你踏入館內,首先會被一股濃烈的莊園氣息所包圍 牆上懸掛著充滿戰爭傷痛的黑白照片 令人感受到當年戰火燒煙的驚心動拍 展廳內靜靜地陳列著瓦歇曾經參與戰爭的士兵 它們的瞳孔彷彿仍然透露著當年戰火下的悲狀與毅力 而在多媒體展示區,透過寫實的音效和迫爭的場景重現 你會彷彿置身於戰場之中 炮火連天,彷彿聽到炮聲呼嘯耳邊 士兵鏗槍有力的腳步聲 遠如走近你身邊,戰車架之雀響 就好像在你眼一樣 這些震撼感官的場景,將你拉回到歷史當中 深刻感受戰爭帶來的嚴峻和未敢忘記 值得一提的是,本來也有一個特別動人的區域 專門紀念哪些犧牲於戰爭中的生命 悼念聽呂報滿了犧牲者的照片和個人事跡 每一張臉孔背後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讓你明白和平的珍貴和無窮代價 戰爭紀念館除了悼念 亦著重向世人宣揚和平的價值 展示區間展出了很多有關和平 調解和人道救援的資料和事跡 令我們深思戰爭後人類對和平的珍視 並鼓勵我們堅持和平理念 無論你身處於哪個年代 戰爭紀念館都會令你深受觸動 讓你珍惜和平和向歷史致敬 這個地方像一座穿越時空的橋樑 連接著過去和未來 呼籲著我們不要忘記歷史 共同追求和平的理想